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雄观影 我是阿九 本期我们继续来看高分美剧《一番追踪》第五季的第四集 黑暗中萧突然睁开双眼 面前是刺眼的手术灯 一群医生正在给他的大脑植入芯片 X先生正在旁观这场手术 手下王博告诉他 自家的德木刚刚装了芯片 但他还是不怎么听话 X说他们的芯片更加高级 绝不会是那种效果 说完就让医生进行第二个阶段的手术 医生表示 芯片装在你脑干这么近的地方会有危险 X先生却毫不在意 他要的只是更好的效果 手术之后 萧的神智迟迟没有恢复 王博对他进行了各种心理刺激 但无论是他的回忆还是重要的人物都无法让萧有所反应 在他拿出POI成员的照片后 萧突然嗤笑起来 问这脑残游戏是不是他自己发明的 王博说自己并不想玩着无聊的游戏 只想干掉他而已 萧发誓 等自己从这里出去 一定让他血流成河 说完又在镇惊剂的作用中云额过去 再次醒来时 萧发现自己被装了脑部芯片 但他一秒钟都没多等 趁着上卫生间的功夫试图逃出控制 又被护士注射了镇惊剂 但他清醒的速度比正常人快 并藏了一块碎玻璃在手里 进入电梯后 他很快挣脱了捆绑 利用人肉挡箭牌 搞定守卫一目逃了出来 这才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 旁边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 幸运的是 海边正有一艘小渔船 不久后 小九逃到了纽约市 一路甩掉跟踪 一直到排出危险才敢下车 但他不敢立刻去找自己的伙伴 先去了一家药店 进入前 他弄坏了所有的监控 吓跑了来搭讪的电源 拿了一些医疗工具 想要把后脑的芯片取出来 但他刚刚触到伤口 就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再次清醒时 发现自己满手鲜血 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感觉自己必须找人帮忙了 除了直接联系外 还有一个办法能让POI启动 那就是制造案件 小九到柜台旁 一手雪把电源小哥吓到实话 小问了小哥的名字 然后打了个客服电话 声称自己马上要杀了这位小哥 机器很快就会跳出他的号码 而电话同时也报复了肖的位置 得西马的杀手第一波赶到 肖利用环境与对方周旋 但他又一次突发选运 差点被对方抓住 这时根妹赶了过来 看到肖的那一刻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肖眼前一黑 晕倒在根妹怀里 再次请来时 他们在飞驰的地铁上 根妹已经发现了脑部芯片 虽然这并不是理想的手术环境 但肖一个也等不了 恨不得立刻把芯片抠出来 再次请来时 已经在POI的安全屋 三人正在讨论肖 翟总对他有些怀疑 马蒂娜之前说过 肖已经被他们策反了 不知道小萨对他做了些什么 但根妹无条件信任肖 他绝对不会背叛大家 肖醒来后 第一件事是亲亲最爱的狗狗 然后问起了芯片 根妹说 他已经把芯片取了出来 现在那些人伤害不到他了 肖打算现在就开始反击 抓住X那个糟宝头子 翟总劝他别着急 危险的行动必须有严密的计划 肖还在介意他刚才的话 讽刺他只会嘴上功夫 还问他到底有没有找过自己 翟总看他情绪不佳 就和李斯先行告退 留下根妹照顾 两个人单独相处 气氛突然变得暧昧 根妹说起古交所的那场战斗 肖救了他的命 暗示自己可以有所回报 俗话说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唯有 所以接下来 发现了肖跟CP党 喜闻乐见万众期盼的一幕 只不过这段激情戏 过于纠结上下位置的问题 而且用摔盘子代替了主要内容 实在有些过于潦草 导演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点 所以最后让两位女神 录个美背以表尊重 勉强给个及格分吧 深夜 肖又到镜子前查看伤口 但他一触到那里又发生了之前那种震荡感 脑中无数镜头闪过 他觉得不对劲 明明芯片已经取出来了 不该有这种感觉 根妹安慰他说 这只是缺乏休息 第二天一早 根妹就被李四偷偷叫了出去 昨天回去后 翟总就搜索了那块芯片 才知道那只是个安慰剂 并不能真的控制肖 所以他仍有被控制或策反的危险 但他们没想到 肖昨天就在根妹身上装了窃听器 得知自己一直被队友怀疑 肖大发为庭 立刻就要证明自己的立场 他本来就等不及慢慢计划 直接抢过了路人的手机 随便拨了个电话 以此挑衅小萨 要抓姐现在就来吧 这就对小萨宣战了 李四表示装备为零 开战无能 肖打开一把武器 说姐一早就准备好了 今天就要跟小萨你死我活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根妹和李四只能迎战 不久后 德西马的杀手就招了过来 三人前后夹击搞定杀手 根据对方的手机 反向搜索X先生的位置 以驯为不及掩耳之势 直到老巢 终于抓住了这个老家伙 翟总通知他们 去到一个中世纪教堂 因为那里有着 古老的地下石器建筑 是天然的静电屏蔽厂 可以隔绝任何电子信号 躲避小萨的监视 接下来 笑要从X先生的嘴里 逼问出克制小萨的办法 虽然他总是说 在上帝眼里 他们都无关紧要 但笑被他困了九个月 并且他们都是特工出身 笑很清楚 特工们有些习惯 是一辈子不会变的 比如 任何事情都会留有后路 所以 他堆断X先生手里 一定握有小萨的开关 但他不会藏在普通的地方 因为他这样的人 信不过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 所以 那开关一定藏在身上 他割开X手臂的疤痕 果然在里面找到了一个U盘 翟总立刻读取了里面的数据 其中隐藏的代码非常熟悉 翟总认得 那就是小萨的创造者亚瑟所开发的 他相信 这就是毁灭小萨的武器 但要运行这些程序 需要解开重重加密 要耗费一定的时间 但肖已经极不可耐 翟总建议他去休息一下 但他拒绝停下 仿佛一台不知疲惫的机器 他的脑子一直乱成一团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冲出来 翟总有些内疚 肖的遭遇与自己有关 使他放弃了寻找 说到这儿 肖的脑子又发生震荡 行为有些不受控 不自觉地去抢夺 翟总手里的U盘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而一旁的X先生 突然发出邪魅的笑 翟总意识到他不对劲 提出和根妹一起回基地去破解密码 让李四把肖看住 他告诉李四 小萨一日不出 他恐怕就无法安心生活 这时 头顶传来脚步声 李四出去查看 X和肖有了独处机会 他突然对肖说 现在是时候撤下伪装了 他们的任务就要完成了 肖不明白他的意思 X说 把U盘放进手臂这招 可是肖自己提出来的 他确实是个毁灭装置 但作用不是翟总猜的那样 刚说完 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再次头痛欲裂 他问是不是还有其他芯片在 X说 他们不需要芯片 数月前 他们就攻破了肖 控制了他的思想 逃跑 是他们刻意安排 现在肖要做的是带他们去基地 他会杀掉自己的朋友 毁掉机器 结束一切 说到这儿 肖几乎疯狂了 他不相信这些话 难以自控地开了枪 世界也终于清静了 肖告诉李四 U盘可能是个陷阱 会暴露基地的位置 说完 两人赶紧回去支援 路上李四通知翟总赶紧撤离 但他同时想到一件事 X先生似乎早就知道自己会被抓 他一直等在那里 U盘也是事先装好的 就好像有人计划好了一样 而肖就是实施着计划的关键 此时李四也产生了怀疑 要肖把一切说清楚 否则就不能贸然地回基地 被质问之后 肖又开始头痛欲裂 行为不受控 一种力量驱使着他对李四开了枪 正如X所说 他会杀掉自己的同伴 因为那是他一早就被植入的思想 无法挣脱 肖立刻通知根妹 说李四领了盒饭 同时 德西马的杀手就跟在后面 根妹赶来接应 只要他们返回基地 一切都完了 但肖绝对不会让小萨得逞 他告诉根妹是自己杀了李四 现在也会杀了他 因为这是一早计划好的 在他备受折磨时 他会试着把思绪转移到一个安全之地 依次来扛过那些痛苦 而他的安全之地就是这里 和根妹在一起 说完 肖就对自己开了枪 一瞬间 画面闪回到病房 刚才的那一幕 通过肖的大脑投射出来 医生告诉X先生 他又一次抱了自己的头 他们还是没能找到机器所在 比之前进步的是 他晚了一个小时才绷完往头的 X要求继续开启下次模拟 而这已经是第6742次 几秒钟后 肖又在手术台上睁开眼 进入了一段虚拟的逃亡之旅 以上就是一贩追踪第五季 肖的副本剧情 果然他被挖去做了实验品 成为小萨寻找机器的工具 太让人心疼了 整集剧情显得有些支离破碎 逻辑也有些混乱 正身为了迎合虚拟世界的设定 料想这个实验还会有无数次 不知道女神铁一般的抑制 还能坚持多久呢 期待她尽早回归吧 好吧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